张国荣死于抑郁症 他都要求完美 一个追求太多完美的人 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他会活得很累 张国荣的心理能力已经很强大 失败不气馁 能从零开始 一些年再苦的日子都已经熬了过来了 所以我相信他的人生 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和痛苦 其次 他会吸引周围人嫉妒和媒体的炒作 他的沮丧也是由于一些不道德的媒体 他们恶意歪曲事实 煽风点火 骚扰堂堂和张国荣的正常生活 尤其是热情演唱会是那么的经典 但媒体报道说 他想成为一个女人 无缘无故的就成为了媒体的受害者 当一个人被别人误解 而不能被别人理解时 这是非常痛苦的 特别是 即使有无数人支持他 他也是追求完美的人 试想如果这样的事情 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很难熬 我一直认为 只有好人才会因抑郁症而患上抑郁症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别人感到难过 感觉对不起别人 感觉自己做错的事 或者做得不够好 他不想承认自己患了这种病 就像他在异度空间里说的那样 有些人因为身体上的小病而去看医生 却不能认清自己精神上的问题 当然 抑郁症是一种心境障碍 而不是精神疾病 但是当时的媒体却有趋势时 瞎编乱写 照顾抑郁症患者非常累人 当他处于抑郁状态下时 你不得不时刻关注着他 防止他在你不注意时不自觉地自杀 你可能觉得你已经安慰了 然而他在下一秒为你感到可惜 他觉得浪费你的时间 并导致你担心自己 当他出现狂躁症时 抑郁症通常不仅仅是抑郁症的表现 他们也会出现狂躁症 他们会生气 挑起事端 觉得他们特别自信 会让你误他已经没病了 我听说哥哥的经纪人陈书芬说 堂堂为了照顾生病的哥哥 而受了很多伤 我认为哥哥选择自杀的原因 一方面是为了结束这场痛苦的斗争 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不想拖累人们 也不想引起家人的痛苦 他是有多么善良 他是多么好的人 甚至他的死亡 引起了公众对精神疾病 尤其是抑郁症的关注 如果你喜欢他 请学习他的严肃态度 宽容和坚持 我们能做的只是记住 他并发扬他的精神 据报道 张国荣在他去世前20年 一直患抑郁症 他的职业和感受 是他生病的主要原因 他在1987年的自传中写道 几年之前 遇到一些朋友 一起聊天时 他们都会问我 为什么不开心 总是看不到我笑 当时我想我患上了抑郁症 导致对任何事物不满 包括我自己 一个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 会感觉像一棵带有昆虫的死树 看到这种疾病逐渐吞噬 但无法摆脱他 他们非常悲观 觉得他们没有希望 世界也没有希望 有时甚至自己的一些举动和做法 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张国荣事故之后 张绿萍收到一封医生的来信 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 医生解释了为什么张国荣很抑郁 医生说张国荣的病 是由脑内发血物质不平衡引起的 并不是因为外界的原因导致的 也许这是最好的解释 医生的信也在维护张国荣 不让媒体或者他人有更多的猜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